如何找到女主的父母 众所周知 我们一进入音校的时间是7点40 邻居此时已经去上学了 而我们进入游戏就在家门口 说明是昨晚不听话 被父母给赶了出来 接着我们来到父母的房间 居然发现 父母一直在分床睡 不仅如此 床头前还放着神秘的要玩 不知道这要是干嘛的 先给我家小咪试试 他不吃 要再喂二狗试试毒 你这一脸猥琐的看着我干啥 天啊 爸爸妈妈的房间里居然放着这个东西 快跑 有变态啊 这里父母的衣柜也是空的 梳妆台上放着一万马内的锯品 该不会父母是抛下我去度假了吧 反正我在音校从来没见过我的父母 那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在我7点40分上学前 他们就已经去上班了 咱们先去找到音校万事通 胡娜拉三只 因为她是音校的盖帮帮主 消息最灵通啦 居然不说我的神秘药水 又不是泽来睡又是那么好喝的 原本打算请她吃大餐 谁知 她偏对绿色不明一体 情有独钟 你的爸爸在税务局上班 妈妈在和牛餐厅旁边开了假店 我以前前都是被你爸爸给魔手逛的 赶快带着小咪去税务局看看 这里有这么多人 有什么证据证明他们是我爸啊 加速过去康康 爸爸 你长得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来都来了 就顺便调查一下爸爸的日常工作 是三只 我真没钱了 喝三个月子来睡了 你看看我身上还有什么刻意地摘底纵拿去吧 今晚到我家来 我把我女儿提前赶出去 破案了 原来我每天早上在屋外醒都是三只的锅啊 绿色不明一体 确定是古娜拉三只本人 确定了爸爸的恶性 接下来就是找妈妈告状了 前面这家鰻鱼店就是妈妈开的 怪不得三只总在和牛餐厅里坐着 就是方便监视妈妈的一举一动 店里只有那两位常住客人 都谈分手900多天了 居然还没分开 快点过来帮忙 妈妈的生命之惊人 心情却不是很好的样子 可能是之前跟爸爸吵架的缘故吧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你们说我该不该把爸爸的事告诉妈妈呢